各位同学好 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 纸质的特性 那首先我们要看到 我们今天的教学大纲 就是要介绍 纸质的定义 还有纸质的功能 纸质的化学组织 还有纸质的分类 那教学的目标 首先要认识并且了解 纸质的定义 认识并了解 纸质的功能 认识并了解 油脂的化学组成 认识并了解 纸质的分类 好,那首先我们要介绍 纸质的定义 纸质包括了 脂肪、FET 还有油脂 就是OIA 那可以由碳氢氧 所组成的 它是属于不溶于水 可以溶于有机溶剂 如乙迷、路纺 广泛的存在于生命体中 如植物油、奶油、猪油、牛油、鱼蜡 等纸质 那这个就是我们称为纸质 也就是Lipid的定义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知道说 这个纸质 它的功能主要呢 就是可以分成提供能量 还有作为皮下脂肪的隔热 可以防止热能的散失 保护器官 保护神经传导的正常 还有脂质的绝缘作用 而且可以促进细胞的代谢 供给必须脂肪酸 有增加保湿感 以及润滑粪便的功能 油脂的功能 是提供能量 脂肪酸提供了人们 30%人体所需要的热量 肌肉所需要的能量 主要来自饮食中 摄取的油脂跟糖类 那脂肪组织储存的 这个脂肪酸 三酸甘油脂 Triglycerol 那每功课可以提 可以产生九大卡的热量 比蛋白质或者是糖类 只能生产四大卡热量来比呢 油脂它所能提供能量的效率 是比较高很多的 也就是说它每功课可以提高 可以提高到九大卡的热量 但是糖类跟蛋白质 它却每功课只能产生四大卡 所以油脂类呢 它的效率是比较高 那脂肪酸提供的我们人体 所需要热量呢 是30% 但是最近呢 为了人体的健康 又把这个需要量 可以下修为25% 就是说人体所需要的热量 占25%就可以了 那以上这个是油脂的功能 主要呢 有提供热能的这个部分 重的15到20% 那内脏脂肪 存在重要的内脏器官的外层 能够保护内脏 有防症跟减少器官的伤害 脂肪组织的隔绝保护 以及秤电的功能 还可以减少活动时的疼痛 以及皮肤对于低温的调适敏感 那像那个寒带的动物 北极熊 海豹 鲸鱼 这些动物啊 它们都含有很多的脂肪组织 来作为隔绝寒冷的环境 那另外呢 油脂的功能还可以提供 所谓的必须脂肪酸 那必须脂肪酸 我们称为亚麻油酸 又叫做Lenoic Acid 那跟Omega3的系列脂肪酸 是用于合成20碳锡酸族的成分的一个产物 它跟荷尔蒙类具有调理生理的作用 当缺乏必须脂肪酸 会使得皮肤结构受到伤害 容易失去水分而产生皮肤干燥的现象 油脂的功能在于 构造跟调节的作用 也就是说 油脂里面的成分之一 像零脂质 胆固醇 在我们人体内有重要的生理功能 像零脂质呢 是构成细胞的成分 在食物中 零脂质可以作为乳化剂 可以促进水分以及油脂的附容跟安定性 胆固醇也是细胞末的成分 脑部含量很多 母奶中也含量很高 对于生长与发育也是很重要 胆固醇对于体内能够合成胆盐 维生素D跟固醇类的荷尔蒙等 那油脂的功能还有一个是很重要的 可以提供人体的一种饱足感 也就是你吃了油脂 这样的食物在胃停留的会比较久 提供了饱足感 如果是食物大部分的糖类或者是蛋白质 停留在胃的时间就比较短 少吃油脂就会失去饱足感 而很容易就饿了 油脂的功能就是提供食物的风味 还有它的质感 也就是说很多油脂 它在食物中可以让那个食物呢 芳香味很足 尤其是短炼的脂肪酸 能够发挥出芳香的香气 有许多香料都是脂溶性的 如果是放在油里面当调味料 那就能够散发出浓郁的香味 而且会增加它的质感 也就是会让食品感觉smooth 那种光滑 光泽的那种外观 那油脂的化学组成呢 也就是说油脂的构造单位呢 它是由脂肪酸所构成的 那脂肪酸呢 主要是碳氢氧元素所构成 分子的骨架是由碳原子串联而成 碳元素是以碳代表 它的一个甲肌端就是在另外一个端 那另外一个端呢 就是一个酸 所以呢 就是有一端是甲肌 另外一端是酸 那中间呢 都是由碳原子的键 共架串联而成 中间的碳原子 都接连有两个氢的原子 甲肌端也称为N端 或者是Omega端 那酸肌 酸肌端又称为α端 那油脂的化学组成 就是三酸肝油脂 也就是说 饮食中的油脂呢 是以三酸肝油脂为主 占了95%以上 基本化学的结构分子呢 是由一个肝油 Glycerol 与三分子的脂肪酸 Fity Acids 所化合所结合的一个化合物 那油脂的特性呢 就取决这些所含的脂肪酸 因为各种油脂都有含有甘油 以及脂肪酸 那这个是油脂的化学成分 它的结构是 在一个简单的脂质来讲 它就是有一分子的甘油 跟脂肪酸 有三个脂肪酸 所构成的一个油脂 我们称为三酸肝油脂 也就是含有一分子的肝油 跟三个脂肪酸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 就是有一个肝油 然后呢 三个脂肪酸 那这样 这三个脂肪酸 所形成的三酸肝油脂 就是我们一般常见的简单油脂 那另外我们再介绍负脂质 那负脂质呢 就是含有甘油脂肪酸 还会有磷酸根 跟其他的盐积 那这些磷脂质 所含的一分子肝油 还有两分子的脂肪酸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磷酸根 或者是胆盐 所构成 那它们的一个结构是呢 化学结构 我们可以从图示这边可以看到 就是它还是有一个肝油 然后有两分子的脂肪酸 那另外就还会有 跟一分子的胆碱 或者是磷酸根 这样结合而成的 那这样叫做复合的子类 叫负子类 那另外呢 我们还会衍生成其他的脂肪 那这个衍生其他的脂肪 我们称为盐子类 它是不含甘油的一种脂肪 比如说胆固醇 那在我们人体这样的脂肪呢 又可以分作内生性的 也就是说体内的内部组织之一 以及外生性的 它可以从食物中的动物油脂 跟植物油脂所形成的一个胆固醇 那主要呢 还是以三酸甘油脂 就是一分子的甘油 以及三分子的脂肪酸 然后呢 转变成的一个就是胆固醇 但是呢 它是不含所谓的甘油 那这个呢 这个图呢 我们就是把胆固醇的化学结构式 画在这边 我们可以参考 那脂肪酸的化学作用 就是会包含了一个氢化作用 叫做hydrogenation 就是不饱和脂肪酸 跟氢的 跟氢的一个化学作用 使得不饱和的双剑 这个碳与碳之间的两个双 这个两个双 两个剑称为双剑 它会变成饱和 就是它的这个双剑呢 就会打开 而形成单剑的形式 那这个氢呢 就分别跟碳做结合了 而使得这个脂肪更加的稳定 就像氢化油 我们加工后的油 就像氢化油 就是用这样的氢化作用 所做成的加工油脂 再来我们要介绍 脂肪酸的化学作用 就是氧化作用 氧化作用 我们又称为oxidation 它是不饱和脂肪酸 跟氧的一个化学作用 而使得不饱和的双剑 刚介绍过的这个 叫做双剑 变成酸 或者是形成过氧化的现象 而使得脂肪的品质降低 而产生了油耗味 或者是过氧化物 那有些呢 还会产生酮体 我们又称为keton body 那这样的产生 那这样的产生 比如说会产生 丙酮 acetoacid 或者是 aceto 或者是 β-hydroxybutylic acid 都称为叫做 过氧化物质 或者是一种酮体 那脂肪酸的化学作用 包括了造化作用 那这样的造化作用 又称为 脂肪酸跟碱性物质的一个化学作用 称为造化作用 那常用在肥皂的加工 那脂肪酸的化学作用 也会产生所谓的酸败作用 那这个酸败作用 就是 双键位置的碳 很容易跟氧进行的氧化作用 高温的时候 这样的反应呢 就更快 会引发一连串的分解 或者是聚合的反应 产物呢 会产生不良的颜色和气味 而造成油脂的氧化酸败 产生的这样的过氧化物呢 使得油脂的品质就会降低 那脂质的分类 从碳数跟碳的长度 或者是用碳的长度来说呢 脂肪酸的分子的长度 可以分作天然脂肪酸的分子 所含的碳原子 碳原子的个数 通常都是属于一个偶数 那这个偶数呢 如果是碳的这个原子呢 我们可以用C来代表碳原子 那这个N呢 代表了碳原子的数目 那这个碳数的长短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是属于哪一类的这个 比如说是肠类的脂肪酸 那脂肪酸 肠链的脂肪酸 在室温下就是形成一个固态 因为它的脂肪酸碳数很长 那如果是短链的 碳数呢 大概就是在四到六个之间 那中链的呢 碳数呢 是八到十二个之间 那长链的碳数 就会大于十四个以上 这样的脂肪酸呢 我们就是分作三大类 就是短链脂肪酸 或者是中链脂肪酸 或者是长链的脂肪酸 那碳链越长 在室温下 就越容易凝固 而形成固态 双剑的树木跟饱和度 脂肪可以分作 不饱和脂肪酸 和饱和脂肪酸 那脂肪酸的碳原子之间 如果是全部都是以单链的 就是碳与碳之间 是这样的单链结合 那我们就称为 饱和脂肪酸 saturated fatty acid 简称为SFA 那硬子酸 是十八个碳的 饱和脂肪酸 那这个硬子酸呢 有十八个碳的 饱和脂肪酸 那中铝酸呢 是十六个碳的 饱和脂肪酸 那油酸 它是属于一个 十六个碳 它是一个 不饱和脂肪酸 它有一个双剑 那就称为 不饱和脂肪酸 我们称为 unsaturated fatty acid 简称为UFA 那脂肪酸的 双剑数目 可以用符号 这个X来表示 刚刚解释过 那个CN N就是碳的元素 原子个数 碳的原子个数 用N来表示 那这个X呢 那这个X呢 就表示说 它的双剑的一个个数 饱和脂肪酸 可以依双剑各数 分为单元不饱和 和脂肪酸 和这个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就是monoansaturated fatty acid 简称为MUFA 或者是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 又简称为PUFA 就是宝和脂肪酸 分作这两大类 就是说 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跟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那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呢 就是含有一个双剑的 不饱和脂肪酸 像油酸 存在在花生油 跟橄榄油中 那其他还有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含有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 双剑的一个 不饱和脂肪酸 比如说是亚麻油酸 次亚麻油酸 它是存在于 棕铝酸跟蔬菜油 以及鱼油中间 那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在鱼油跟 一些植物油 含量都很多 那因为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含有两个以上的 双剑的一个 不饱和脂肪酸 像亚麻油酸 次亚麻油酸 存在在棕铝油 蔬菜油 以及鱼油中 那双剑含量越多 表示饱和度就越低 双剑越多 表示饱和度越低 越不饱和 就是油脂呢 它所含的 不饱和脂肪酸 越多的时候呢 在室温下 就会呈现 一体状态 而饱和脂肪酸 越多 那么它就会产生 固态的 饱和脂肪酸 多的时候 就是属于固态的 好 那双剑的几何形态 不饱和脂肪酸 还可以依双剑的几何形态 分作顺势 叫做sysform 或者是反式 transform 两个类型 双剑的碳原子上 所连接的氢原子 如果这个双剑呢 在同一侧称为顺势 如果在不同侧 就称为是反式 也就是说 这个氢原子 跑在这个双剑的同一侧 作为一个氢化作用的时候 它就成为是一个顺势 那如果在不同侧呢 那就称为是一个反式 那反式脂肪酸呢 它是不利于消化吸收的 在天然油脂中 不饱和脂肪酸 大多是以顺势 脂肪酸的形态最多 那只有在牛乳呢 还有氢化油 加工过的氢化油 含有少量的反式脂肪酸 这些加工油脂 比较容易产生反式的脂肪酸 它是不利于消化吸收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就是依座 依相邻的双剑的位置 可分为共二脂肪酸 或者是非共二脂肪酸 那人体呢 是必须要有一些脂肪酸 就是人体不能合成的脂肪酸 我们称为必须脂肪酸 是人体所需要 但又不能自行合成 那这个呢 这个合成是不足的时候呢 就必须要由食物中供给 那要摄取量不足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一些缺乏的疾病 所以这些必须脂肪酸呢 我们就称为人体的必须脂肪酸 包括Omega6系列的亚麻油酸 它呢 是属于16个碳 18个碳两个双剑 18个碳两个双剑 或者是Omega3的一种次亚麻油酸 就是有18个碳 但是有三个双剑 油脂的特殊功能 包括像脂蛋白 叫Lipopatin 它是脂质跟蛋白质 以非供价见解的复合物 在血浆中负责运送脂质 可以分作VLDL Very Low Density Lipopatin 或者说LDL Low Density Lipopatin 或者是HDL High Density Lipopatin 那其他还有磷脂质 卵磷脂 Lacicin 等 这些都是特殊功能的一个脂肪 那在我们身体里面 还有很重要的像EPA DHA 糖类的脂质 有一些是叫神经氨基醇的一个重要物质 还有脑肝脂质类 那这些糖质类的血浆膜 构造之一的叫做糖质质 那还有一些叫固醇类 像胆固醇 是由皮肤经过日光照射 而合成了一个维生素D 也就是说胆固醇呢 经由皮肤在皮肤中经过日光照射以后 能够合成为维生素D 那另外一些荷尔蒙 像EPA呢 就是婴儿脑部发育的时候呢 所必须的一个脂肪酸 那另外呢 还有一种叫DHA 它也是一种荷尔蒙 可以称为是前列腺素 合成的一个前趋物 这些都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一个特殊的脂肪酸 就叫做EPA 还有DHA 那常用的脂质的分类 我们可以按它的原料来分 就是它来源是来自于动物性的油脂 像猪油 鸡油 奶油 鱼油 那还有植物性的油脂 像沙拉油 以及黄豆油 玉米油 葵花油 芥花油 花生油 橄榄油 还有油 椰子油 棕榈油 还有什么麻油 米糠油 等等 都称为植物性的脂肪 那动物性的油脂跟植物性的油脂呢 通常呢 动物性的油脂是属于饱和脂肪酸 在常温下它是形成一个固体 常见在动物油像猪油 还有牛油 还有其他像奶油的 那奶油就是黄色的一个固体 猪油通常是白色的 那至于植物油呢 它都是属于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 像黄豆油 芝麻油 花生油 植物油 它都是属于液体的 但是 像鱼油 它虽然是来自于动物 但却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 它在常温下是一个液态 而植子油跟棕榈油 虽然是来自植物 却是饱和脂肪酸 在常温下也是一个固体 好 那鱼油呢 是取自于动物 确实是属于不饱和脂肪酸 所以在油脂加工中呢 氢化的技术是可以改变油脂的饱和度 那脂肪酸的双剑 因为加了氢而称为单剑 借此机会呢 就减少了双剑的树木 使得饱和度增高 而提升了油脂的稳定度 那清香油呢 它是属于猪油加工而成的 在室温下呢 它是属于液态 那冷藏的时候呢 会凝结成为固态的 那也就是说 像这种鱼油 它虽然是取自动物油脂 但是是属于不饱和脂肪酸 但是很容易被氧化 而会有油耗味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些立体 也就是说 我们纸质的定义是什么意思呢 那纸质的定义呢 我们就是说 它的主要合成就是碳氢氧 那它主要是不会不溶于水 但是可以溶解于有机 有机的溶剂 那主要呢 我们可以分作油脂跟脂肪 好 就是所谓的fet跟oil 这样子的一个化合物 我们称为lipid的脂肪 好 那第二题呢 就是油脂的功能 那油脂的功能 我们可以成为说 它可以成为是我们身体的组织之一 会做成 会形成我们身体的脂肪组织 也是热量的来源 也就是因为油脂 一公克的油脂 可以产生九大卡的热量 所以呢 它可以提供我们人体 很多的一个热量 那另外呢 脂肪也可以构成特殊的一些功能 像胆固醇 还有一些荷尔蒙 前列腺素等 都是由这个油脂衍生而来 那另外呢 脂肪的 油溶性的脂肪 油溶性的这个营养素 像脂溶性的维生素 都必须要借由这样的一个脂肪 当作一个溶剂来运送 然后形成所谓的脂肪 脂蛋白的运送 它就是有运送的功能 运送脂肪 以及运送脂溶性的一个营养素的那些功能 那另外呢 油脂它的一个化学组成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 例题三 就是油脂的化学组成 那油脂主要是由碳氢氧 所组合而成 那它是有一个甲基端 还有一个酸基 那这样子一个中间都是以碳结合 称为脂肪酸 那这些脂肪酸呢 是结合了以后呢 有形成三酸甘油脂 再加上一个甘油 就形成所谓的油脂 那例题四呢 脂质的分类 那我们可以分作 简单脂质 还有复合脂质 还有衍生脂质 那简单的脂质 就是脂肪酸 简单的脂肪酸 那复合脂质 就像脂肪酸跟甘油结合而形成 那至于衍生的脂质呢 就像固醇类跟固醇类结合 形成像胆固醇啊 卵磷脂啊 这些叫做衍生的脂质 那立体五就是必须脂肪酸 必须脂肪酸指的就是 人体所必须要的脂肪酸 它不能自己合成 必须要从食物中获得 那这些必须脂肪酸呢 像亚麻油酸 次亚麻油酸 都称为必须脂肪酸 当摄取不足的时候 这些必须脂肪酸不足的时候 人体是会产生疾病的 所以我们称为 这些亚麻油酸跟次亚麻油酸 为必须脂肪酸 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 本课程是让我们了解 脂质的一个定义 并且认识脂质的功能 而且也认识了脂质的化学组成 还有认识了脂质如何去做分类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单元课程 所学到的一个脂肪的一个特性 主要为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 我们的课程中